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卖到非洲国家来赚取巨大的差价利润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几毛钱批发的日用品 当手卖到非洲国家能卖一二十块钱 可见其中的暴力呀 小编都有些心动了 据说许多发了财的甚至自己开设工厂 并且工厂专招非洲人 不仅自己脱了贫 并且带动非洲的家乡父老一起脱贫 不过除了这些做正经式谋生的黑人外 也不乏一些招摇撞骗 涉嫌违法的黑人 他们的行为无以抹黑了来华谋生的黑人形象 对此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怎样的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